首先 我们先敬礼 传承主师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包华王喀玛巴 敬礼 敬礼 徒登达己上师 敬礼 未来佛 弥勒菩萨 敬礼 谈成三宝 师母 徒登师弟 仁波切 各位 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央研究院厌室 朱十一教授及夫人 陈文文女士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正培福先生及夫人 韩悟增女士 立法院副院长 蔡奇昌代表 陈慧美女士 中央宗 所有的教授博士团 的团员 法官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区法官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台南市蔡旺前议员代表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立野集团总裁 林坤英小姐 常鸿电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事长 戈崇沁先生 七品佳季生活馆董事长 黄淑琦小姐 黄淑琦小姐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立野集团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立野集团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泽霞女士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立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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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来西亚纳都李海安先生及夫人 阿拉伯联理清女士 另外她的小姐 李琦小姐 奈良 香港知名艺人 洪隆小姐 香港知名艺人 鄧立新小姐 大園滿九次第 洗金剛講義及密宗刀徹地廣論 製作人 連月上司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上新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My sister 盧聖美女士 And the sister 盧國英女士 And the husband A 感謝第九屆立法院院長 蘇家前來函 祝賀法會圓滿 吉祝大家吉祥平安 南投縣縣長林明貞先生 致珍發南 祝賀雷藏寺 新年恭喜 以下是打栽的名單 年生佛佛 十萬元 法生雷藏寺 十萬元 法生堂 十萬元 法生堂 十萬元 唐逸臺林師姐 十萬元 李伐展師兄 十萬元 王敬贤特聘教授及林士真师姐十万元 徐瑞林师姐十万元 谢谢各位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一 那么先恭喜大家新春快乐 新年恭喜 一切吉祥如意 今天大家看到坛城上有四位祖师爷 这是十方香港十方同修会 常人上师 请人家雕刻 那么四个祖师爷都共在坛城上 那么初一的时候 四个祖师爷跟着弥勒菩萨一起降临到我们台湾的葬礼 好 我们感谢常人上师 谢谢 香港十方同修会 这一尊有福祉的很好认 是了名和尚 很好认 是了名和尚 那同样的在过去的这一尊是徒登达尔吉上师 徒登达尔吉上师 那这一尊是这个所谓的黑官法王 卡玛巴 卡玛巴 十六四大宝王卡玛巴 这一尊是撒迦教的 得松人不切 撒迦正空上师 这个新年的时候 四个上师全部降临 跟着弥勒菩萨一起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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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听我这个说法那么久 那上飞不是有这个苗栗铁皮屋的大佛吗 那大家听到我那一天晚上我唱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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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唱完 礼拜天他就大佛了 再来那一天有事没事 唱了一个《塔雪寻美》 邪几天晴朗 拉美朱楚香 取离一把敲锅 令儿响叮当 响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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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开个平公养 帮我书生轻衣 共度好时光 这一条歌唱完的时候 台湾各地五百公尺以上都下大学 所以歌也不能够乱唱 那么我们很小的这个 这个小年夜的时候 台湾 永康 它这个地震 那地震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是美容 镇央在美容 那么它在永康 就有人问我 师尔 师尔 你前两个都说中了 这个地震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有什么地震歌没有 地震是没有歌的 跟大家讲 事实上是知道的 为什么台湾六级以上的地震 你知道 请你说明 为什么 大家记得在2015年8月15日 在西雅图雷藏寺的神桌问世 神桌问世啊 有参与的请几手 在西雅图雷图雷藏寺神桌问世的时候 有参与的 好 有人棘手 那时候问台湾有没有地震 回答 姚志金母回答 有 有地震 我说这个不算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是每一年都有地震 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地震 这个一般来讲 超过六的比较少 大部分就是四级的地震 五级的地震 很少 我说 我就问 超过六级的地震 有没有 姚志金母回答 有 你们在场的 是不是有听到 有 事实上神桌问世 很奇怪的 他不知道的 他不会答 或者他根本不想答 但知道的他会答 好像可以讲的 他就会答 那不可以讲的 他不答 不回答 另外一个就是说 属于天机的 他不答 但是问地震的时候 他有答 是有六级以上的地震 那当然 那也就是 应验 但是这个应验 不是好 我们希望 这个测的不准 我们期望 像这种地震 六大地震 测的不要太准 最好不准 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 这个台湾土地上的人 这个伤亡 我们不愿意看到 真的在这个 在这个地震啊 这个电视播出来的时候 实在讲实在话也流了不少眼泪 流了不少眼泪 念了不少的佛 那么第一个时间之内 第一个时间之内 我们台湾法官功德会 南区的会展 邱正义 邱正义今天有来吗 他留在现场 他就在现场 第一时间 他就在现场 在灵霄宝殿 叫做五龙宫 五龙宫灵霄宝殿 那么发放物资 他不一定给那个伤亡的人 但是他给所有当时 在那边救父的人员 所有的物资 还有帮助的非常的多 另外我们在 南区的这个 法官功德会的这个会长 邱正义 他真的跟他的名字是一样的 他的人很正 而且很义 每一次他都是发放物资 物资跟现金 像这个年初的时候 他就是在观庙 观庙发放物资 在观庙跟这个归人 跟永康这地区的乡镇 发放物资 给那些贫困的家庭 另外还有礼件 还有礼件 那个前年福利社的那个礼件 发放前年福利社的礼件 给他们 另外这一次 他也是在第一时间之内 他就赶到去救灾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一帐事 也是一样 那么希望所有的同仁 我们的这个同门 能够集合这种力量 然后去帮助他们 集合一种力量 大家去帮助他 今天我们 这个有超度的 有祈福的 那么也有加持力的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很快的重建家园 王者呢 很快的这个升天 那么伤者很快的前欲 那么所有的人能够更坚强的 重建他们的家园 这是今天我们 这个护魔法会最主要的意义 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丁以民 丁以民 今天呢 他也往生佛果 我们在这里给他做超度 他也往生佛果 他就是 什么堂啊 苗栗 真名堂 苗栗真名堂 那么堂主 就是往生佛果 那么护堂主 就升为堂主 护堂主就升为堂主 这个就是真名堂 这个堂主 他也一起 今天弥勒菩萨把他接引到佛果 他也烧出很多的舍利花 他也烧出很多的舍利花 我们谈 这个有时候啊 真的歌也不能乱唱 唱了几个歌都是应验 那你看那个 姚子吉姆指示的地震 他也应验 我们希望姚子吉姆以后的指示 好的方面都应验 不好的方面就不要应验 好的方面应验 不好的方面不要应验 那么请大家 这个还是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那么我们会给这个台南市政府 由他们去这个发放 那今天是弥勒菩萨 这个护魔法会 那弥勒菩萨是未来佛 未来佛 大家知道的 这个台湾或者世界 有一个宗教团体 叫做一贯道 大家知道 一贯道 他是以未来佛为主 也就是弥勒菩萨掌天盘 弥勒菩萨掌天盘 那么寄功佛佛掌教 寄功佛佛掌教 那么典传师呢 会教你要如何念弥勒菩萨的咒语 这个咒语当然世尊也知道 但是他们一贯道是说 咒语不能随便乱念 没有进入一贯道以前 不能乱念 他们要发誓的 所以虽然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念弥勒菩萨的咒语 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咒语 然后典弦观 他要典弦观 那个结印 他也结首印 就结合同印 一贯道是有结合同印 点弦观 然后呢 他还要念这个弥勒菩萨的咒语 师尊为什么知道 师尊当然知道 我咒语也知道 咒语在哪里我也知道 合同印怎么结我也知道 因为我以前当过点传师嘛 我以前当过 他们现在不叫点传师 一贯道他们称为经理 或什么样子 我也知道有十八组 这个张天兰 这个祖师爷 他传下来的 一贯道的十八组 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很大的庙 在我们雷藏寺下面 有一个很大的 那是成大姑 成人 前人成大姑 盖起来的庙 那叫什么庙 官会文教基金会 也是一个很大的庙 那是一贯道 那是一贯道 成大姑前人所见解的 对不对 知道吗 是不是成大姑的 我知道成大姑 成大姑跟我认识的 另外那个 台中王树金前人 台中王树金前人 我都是认识的 王树金 王树金前人 我跟很多前人都认识 因为世尊当初的时候 这个得到牙齿基姆 这个加持 开了天眼以后 到处去找 到处去找这个佛啊 道啊 什么都去参访 都去参访 所以很多前人我都认识 像这个老前人 成大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前人 他的这个普通组 普通座 企丛座 花衣组 很多组 他分成很多组 还有金献组 我通通都参访过的 所以我自己 他们像那个新爹 香山 母姓公 知道吗 有香山的人吗 新竹 新竹 香山 以前中万公路 就可以看到他的庙 母姓公 母是横着血 母亲的母 变成直的 就是一贯道的标志 阴阳 天地 中间一贯 就是一贯道的标志 那个住词叫做平昂金猪 蓬黄金猪 住词是蓬黄金猪 那时候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不知道了 我已经七十二了 过了一年七十二了 他比我年纪大 现在在不在不知道了 但是香山母姓公 谁去过 有人去过吗 他讲师蓬真去过吗 你有没有去过 有没有这个庙 有 我在那里 当过住词 不信啊 我在那边主持啊 我在那边主持法会 年轻的时候 我在那边主持法会 好多人来问事啊 他们问我说 点传师 那个平昂金猪说 不要叫点传师啊 他就叫他师父啦 就好了 一贯道我也很熟的 不是不熟 什么都熟 没有不熟的 大家去那个走灵山啊 我也知道啊 谁去走灵山啊 到处临旨啊 到处去拜庙啊 去拿那个旨意啊 一贯道的本身 本身的很多的点传师啊 大部分是用寄功佛佛 大部分都用寄功佛佛 作为他的这个师父 寄功佛佛是师父 这个年级上师 你有没有请寄功佛佛做师父啊 请我当师父 寄功佛佛是师尊的懂的 什么叫懂的 哥们 哥们 哥们是哥们 寄功佛佛跟师尊是哥们 不过他是降龙 降龙罗汉 另外还有降辅佛汉 降辅佛汉 罗汉 另外那时候啦 这个佛佛佛的 佛佛的十六位 大阿罗汉 或者十位大阿罗汉 舍利佛啊 是排第一名 舍利佛排第一啊 舍利佛 释迦佛佛十大地址里面 舍利佛 大企业 两个并重 两个都很重要 虽然释迦佛佛面前摆的是阿难 这是最小的地址 小的 最后才 佛陀 研及了以后 他才开悟的地址 那是阿难 大企业早就开悟 大企业早就开悟 舍利佛 穆建年 不用讲 是佛陀最主要的四个地址 大企业 阿难 舍利佛 穆建年 唯一能够先释迦牟尼佛而入灭的 是舍利佛 舍利佛 那穆建年是被外道用石头打死的 神通也不抵业力 就证明神通 虽然有神通 但是他的业障比较重 所以穆建年就被这个石头打成肉酱 打成肉酱 比这个舍利佛更早往上 他神通第一 知会第一 就是舍利佛 那祥隆佛佛啊 佛佛 祥隆佛佛 还排在后面呢 我还是哥们的老大呢 今天老大喊一声 所有罗汉都要来的 每天我还在念这个宾陀卢 宾陀卢尊者 就是长眉尊者 他是住室的尊者 什么叫住室的尊者 因为释迦摩尼佛 认为长眉尊者 显神通 太过分了 人家把那个 一个包袱啊 掉在最高的树上 然后说 你们这个罗汉当中啊 有谁啊 能够有神通啊 能够去把这个 这个包袱给他拿下来呢 那时候白眉尊者 他就是宾陀卢 他第一个 所有的罗汉都不敢 在这个一般人面前审神通 因为神通太显 也是不好 因为大家的目标 是邪神通 不是邪佛法 所以不能显露神通 那时候白眉尊者就用飞的 像鸟一样啊 这样飞上去 把那个包袱拿着 那轻轻的飘下来 落到地上 哇 所有的那些那个居民啊 全部鼓掌 欢心鼓掌 现在回去知道厉害 释迦摩尼佛坐在那里 他回去以后 佛陀把他叫过来 你随便乱显神通啊 显意厚重 该当何罪 那时候这个 这个白眉尊者 宾陀卢 他说 谁 这个 世尊啊 这个发落 你就永远啊 住在人世间 所以注释罗汉 就是宾陀卢 今天我们如果共生 共生大会 任何一个共生大会 一定要摆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是 宾陀卢尊者的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 供养这个宾陀卢 宾陀的尊者 他不能坐在寺庙里面 这个罗汉不能坐在寺庙里面 只能坐在寺庙外面 你到日本的那个寺庙 叫什么名字 东大寺 东大寺旁边有一尊啊 我当时我去到那里 我一看 他眼睛张开看我耶 他知道我来了 他还认得我 我就说 你现在 他现在正在 东大寺的门外 坐在那里 你哪里有病 去摸他 赶快 那时候啊 我们的那个 法律顾问 罗日良 他有胃疾 他有胃病 他是从小到大的胃病 治不好的 他一听 他马上爬上去 摸着这个 冰头颅的肚子 摸一摸 摸一摸 下来 隔了几天 他就讲了 开始讲了 以前我不能吃的 我现在可以吃耶 从此以后 他的胃全部好 好到现在 去东大寺那一年 有谁跟着去啊 那多少年前的寺啊 年金也有去啊 年金上司啊 多少年啊 他都差不多十年 他都差不多十年 已经十年了 我告诉你哦 我们的法律顾问 罗日良的胃 已经好了十年了 全部好了 要摸一摸 那些哦 很厉害的 非常有价值 但是不能够太显现 那个神通的力 不能够太显现 因为太显现了 突然有一天 有一条龙啊 从外面飞进来 那师尊骑着龙啊 就上天啊 这从此就不回来了 这也显现得太过分了 这样子神通也不太好吧 要怎么走呢 还要想一想 还要想一想 要怎么走 72啦 应该也要走啦 弥勒菩萨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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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不要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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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 那不走 暂时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的附魔火供 最主要的是大前神王佛 弥勒菩萨 佛陀说法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来 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来 弥勒菩萨跟我很熟 我跟弥勒菩萨也是很熟 很熟 我们是属于阿罗汉的境界 他那时候文殊菩萨 八大菩萨 弥勒菩萨就在其中 弥勒之怕也是八大菩萨之一 弥勒菩萨 非常慈悲的一个菩萨 所以我们叫他慈士 慈士 慈士就是说 他是修慈的 释迦牟尼佛是修人的 释迦牟尼佛修人 所以叫能人 弥勒菩萨叫慈士 我们叫他慈士 而一贯到目前主张 他吃灾 是因为弥勒菩萨的关系 告诉你 弥勒菩萨慈悲 他不吃分的 不吃肉 因为他表现他的慈 慈 慈悲 他不吃肉 释迦牟尼佛是能人 他是修人的 叫能人 修慈的就是慈士 其实他们两个是师兄弟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 在天上的时候是师兄弟 第撒佛的两个弟子 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一个是弥勒菩萨 那时候啊 弥勒菩萨 已经成佛 已经修成佛 本来是弥勒菩萨 要下降沙婆的 因为他先成就 弥勒菩萨先成就 比释迦牟尼佛先成就 照理说是释迦牟尼 弥勒菩萨 先下降沙婆 但是底撒佛 他算了一下 虽然弥勒菩萨先成就 但是释迦牟尼佛 跟众生 最有缘 最有缘分 那么还是释迦牟尼佛 降生在沙婆成佛 其实弥勒菩萨已经在 天上已经是成佛了 早就成佛了 只是先让释迦牟尼佛到沙婆世界 成佛做教主 变成沙婆世界的教主 弥勒菩萨将来 还会将来下生 弥勒菩萨 将来下生弥勒菩萨 就是他将来 要据释迦牟尼佛 在沙婆世界 成为大前神王佛的一个佛陀 这个是我明白的 我所知道的 情况是这个样子 弥勒菩萨 他是伟大的 很伟大的 他叫慈世阿异多 无能胜 你在佛经里面 常常看到阿异多 阿异多 阿异多 就是弥勒菩萨 他叫慈世 又叫无能胜 弥勒菩萨 原是古佛之一 原来是古佛之一 今天你们主起 受弥勒菩萨的灌顶 龙跟龙华三会有缘 当然他下生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受了弥勒菩萨的灌顶以后 你不管在沙婆世界流浪多久 你一定会碰到龙华三会 那时候他下来的时候 龙华三会 他度的人天 非常的多 往生佛国净土 只要一句 南无不大呀 南无不大呀 你就可以往生 念一句南无不大呀 你就可以往生 归于佛 你就可以往生 弥勒菩萨的救众生的方法 很特殊 他直接进到你的佛性里面 把你的佛性找出来 你把你的肉体 跟所有的业障 留在地球上 他直接把你的佛性找出来 就往生到佛国净土 很简单 这就是为世大神变 弥勒菩萨的本领 他能够 不用众生 你不管你有没有修行 只要我下降在沙婆世界 龙华三会 龙华树下 说法三会 第一会 第二会 第三会 三个会 你跟我有缘的 全部往生到佛国净土 所以这就是他的本身的慈悲 弥勒菩萨的慈悲 那么藏人称他是 强霸 强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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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称为弥勒佛 弥勒菩萨 未来沙婆世界 所住的众生 也是第一 他很有法力的 我们祈求他一定能够成就 拍摄 整了多久了 四十分 我念一段这个《大阎满法》书文 红泥长寿是因为修习画红法的人 不入涅槃 所以表面上看 仍然是色身 其实身子里面 以形神戒庙 可说是内外君透彻了 有如虚空一般 身子能画红光 但自由自在 能长寿无数戒 能变化任印 那么我的上师 莲花生大事 诸授无数戒 也不入涅槃 得正的即是 红泥长寿 红泥长寿 这个是一种成就 红泥法生是一个成就 红泥长寿 也是一个成就 为什么要长寿啊 Long life Long life 这个藏人 碰到人 这个有时候他会跟你讲 就是吉祥如意 那么有时候他会祝福你 长寿 健康长寿 一般长寿的人 必然不健康 健康的人啊 也不一定长寿 那长寿的人啊 不一定健康 但是他这个 你如果有成就 红泥长寿的话 他长寿 还要加上健康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 你要长寿 什么是长寿呢 里面的身体 五脏六腑 要全部要健康 健康从哪里来 从你的睡眠来 你要睡得很好 睡得很好 为什么你会睡得很好 因为你失利少少 不要想太多 你烦恼太多 想太多 什么事情都胡思乱想 你一定不会健康 晚上睡觉 一定睡得不好 想失利少少 你睡明就会好 你吃得少少 胃肠就会好 告诉你 你要吃方面 你也要少少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健康 来自于你的饮食 所以告诉大家 吃最重要 饮食最重要 这个冬天冷的时候 穿衣服 按照时节穿衣服 非常重要 天气冷 你要多穿衣服 天气热 你就少穿衣服 还有 你一定要运动 要佛就要动 但是不能动得过于疲劳 你动得适合 静的适合 叫做阴阳调和 因为动就是阳 静就是阴 动静要调和的非常好 你生佛的习惯要养成 定时定量 定时定量 不可以过饱 暴饮暴食 是身体坏的 最大的原因 吃东西不挑食物 不挑有营养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乱吃 乱七八糟的乱吃的 少油 少盐 少糖 不要味精 不要吃油炸的东西 就是吃 身体都是吃坏的 都是你自己吃坏的 吃少少 睡饱饱 然后少失利 你头脑不要想太多 你想太多 你越来就越老 运动 思想 饮食 主控你自己本身的身体 最主要是控制你自己身体 你要长寿 先要这样子 保养你自己的身体 而且是这样子的 你生活要有规律 什么几点的时候做什么 几点的时候做什么 几点的时候做什么 不像现在年轻人乱吃 年轻人不管什么时间的 要吃就吃 又是 怎么大鱼大肉 还有什么大虾 什么东西都乱吃的 吃的乱七八糟的 慧惊 而且我告诉大家 中那乐透奖 不要欢喜太过分 我说你会晕倒 也不要太悲伤 太忧愁 伤肝 太忧愁了 你伤了你的肝 不能太喜 不能太忧愁 也不能发怒 因为你知道一发怒 中风血压就高了 这个都是健康的 今天都没有讲笑话 你看这个发怒的 年轻的士兵收到一封家乡的来信 当他拆开信封的时候 从里面起出来 却是一张白纸 他的军中伙伴问他 这是什么回事 这个士兵就讲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 我同未婚妻吵来一架 从那个时候以后 我们一直谁都不跟谁说话 这个闷在里面 就会闷坏了你自己的身体 不能不说话 但是说话太多也会漏气 气 修气的人也不能讲话讲太多 修气的人也不能讲话讲太多 经常要节制自己说话 一直讲个不停 就是气一直外露 你修气的人不能够 也不能够生气 你发脾气 你发脾气看看 发脾气的时候 所有的血脉分赃 这个血液都冲到脑 脸红脖子出 眼睛都发赤 都发红 气得要死 把自己的那个古董全部都摔坏 得不赏失 而且有时候气起来 气到最后会杀人的 会杀人的 人啊 你就失气了 大傻入境到某一个国家的时候 带来一支八哥 海关人叫住他说 先生 你这支八哥也要付税金 那么大傻就问 应该付多少啊 活的是五十元 五十美元 如果是标本的 只要十五美元 这个时候听见那支八哥在 施雅的叫着 大傻啊 千万别小气啊 那么告诉大家 也不要杀生害命 不要杀生害命 有时候多为别人想一想 也要为动物想一想 为众生想一想 不要杀生害命 这杀生害命 会折了你的受 不但折了你的受 还会腰受 腰受 今天是发考见的日子 妈妈问 隔壁的小美考了九十九分 儿子说 那算什么 我比她多一点 妈妈好高兴 哇 你考了一百分 儿子讲 不是 我考了九点九分 我劝这个妈妈 不要生气 不要打小孩 不要生气打小孩 生气打小孩 那时候气在头上 会影响你自己的身体 要心平气和的 跟你的小朋友讲 你以后要多认真一点 帮妈妈争一口气 你那一点呢 就是一百分 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九点九分 人不可以生气 尤其是生梦气 你梦在肚子里面 那一股气往哪里消 消不了 消不了 它就会 就会积 你知道吃到饱 就是坏在哪里 坏在一个积 积 累积的积 吃太饱就是累积 要刚刚好 吃下去的营养 刚刚好你运动完 你保持着美妙的身材 像师母就是吃少少 他的身材就是那么美妙 费金啊 就是吃兜兜 他身材 好像我们今年台北原校的 那只猴子 像葫芦一样 像葫芦 葫芦猴啊 不过你不像葫芦猴 你像葫芦猪啊 我跟费金讲 他都不会生气 他懂得这个 红泥长寿 是不可以生气的 这个暑假到了 黄教授带着黄太太一起去深圳玩 到了晚上对黄教授夫妇 就投诉在旅馆的时候 黄太太想要去洗个澡 但却又担心的对老房奖 看到报上的报道 某些旅馆或饭店都会藏着 云场式的录影机 万一我真的被拍到了 那该怎么办呢 黄教授一脸不屑的 头也不肥的讲 放心吧 以你这种身材 即使被不幸的拍到了 他们也一定会全部剪掉的 怕什么 这次就是在讲废君 你放心 你住饭店到处洗澡 脱瓜那衣服到处放 人家也不会露你 其实笑也不能笑得太过厉害 因为太过厉害 会影响身体长寿的 你知道笑得太厉害了 会长皱纹的 会有皱纹的 笑也要蜜蜜的笑 微微的笑 对不对 我始终笑得太厉害了 所以脸上会有皱纹 有一天小民要考试 考题全是选择题 也是小民带来一颗骰子 小民每天写一题就骰一次 骰到的数字 就写什么数字 小民很快的写完了 他趴下来睡觉 过了伊菲尔 他起来又开始 这个纸骰子 别人问他 你这是在干什么 小民说 我是在验算 验算 为什么会这样子考 告诉大家 就是他脑袋已经失灵 脑袋 脑袋不灵光 智慰不灵灵 为什么 猪那么笨 因为他长得太直灰 所以我们想 大脑袋不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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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太胖 太瘦都是有原因的 聪明跟余知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吃出来的 这个当医生的就知道了 当医生 所有的毛病都是吃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基因的问题 有一天小明跟小华在考完试以后 下课互相讨论 小明讲 你这次考试考得如何 小华就讲 我教白剑 小明说 哎呀 我也是教白剑 这样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是作弊 小华想 哎那搞不好哦 而且我不知道姓名怎么写 只好朝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要长寿要注意的 一个是嘴 你眼睛哦 眼睛要好 真的跟大家讲实在话 你真的不能看手机看太久 电脑看太久 电脑看太久 手机看太久 电视看太久 都不可以的 原则上你只能够看十分钟 起来动一动 然后再休息一下 再继续看 原则上只能就是这样子 这保护你的眼睛啊 眼睛也很重要啊 师尊眼睛那么好是因为 师尊懂得眼睛运动 而且我没有手机 我也不看电脑 就是看个电视 我也是 看电视我也不坐着看 我是站着看 我绝对是站着看 我一边练气啊 一边看 我练一边休息 一边看电视 你问师母 我看电视都是站着 对啊 对就棘手吧 因为我晓得健康的道理 这个叫做什么 我不如坐 坐不如站 这个道理大家要记得站 但是也不能站太久 因为站太久 你膝盖啊会先坏掉 站太久膝盖会先坏掉 健康很多的 很多道理存在的 眼睛要好 要运动 呼吸要好 要运动 要休憩 耳朵要好 要明耳骨 脑筋要好 要观想 这个嘴巴要好 要注意你自己的饮食 身体 皮肤要好 你皮肤要好的话 要记得不要碰那些化血的东西 师尊洗澡 告诉大家啦 我只有一个命捷 全部都是水 洗水而已 从来不用回照 也不用所有的什么 乳液化血用品 我通通不用 师尊皮肤好不好 露给大家看 我从来不用回照的 我只是水冲一冲而已 任何个部位 都是水冲冲而已 都是用水冲的而已 从来不怕 也从来不擦什么化血的东西 从来没有的 我不碰化血的东西 很多健康的知识 一般来讲要讲起来 要非常久非常久的 很久很久的时间 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讲得完的 但是注意 大家注意 你这个 我们现在目前吃得很淡 就是因为 不要盐 因为盐会影响肾脏 不要甜的东西 因为它会影响 影响这个胰脏 影响胰脏 跟所有的骨骼 不要油的东西 因为油是会积存 会积存在你身体里面 不能让它积存 不能让它积存油在你身体里面 不可以积 这个积日是一定要给它排掉的 要给它排掉 要运动 运动才能够排掉吧 请问费金上师 你做什么运动 只做仰卧起座 你也会仰卧起座 你用滚的吧 但是你真的有做仰卧起座吗 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我问说几年前你开始做的 仰卧起座几年前做 你在台中住的时候 就是反正你在我家当秘书的时候 你就做仰卧起座 还没有当秘书以前 从来也不做 对不对 站起来讲对啊 对啊 他真的是没有运动的 所以一定要运动规定 一定要运动 每天至少要运动 我隐机的时候 每天走路走两个小时 我不骗你 连吉上师在这里 连吉啊 他是陪我走 每天走两个小时的 每天一定要走两个小时的人 就是运吉上师跟我 现在你有没有走两个小时 他有运动 但是我隐机的时候 每天固定走两个小时 绝没有停止过一天 连一天都不休假 所以有一次连吉跟我 去游泳池游泳 游泳池游泳 我把身体一拖下 剩下游泳池 他说哦 我不知道你的 那行李会那厚 还有凶肌 他说看到我有凶肌 那么我一看连吉 连吉也有凶肌哦 连吉也有凶肌哦 他也是经常运动 他打田尼士 那时候很强 打田尼士 还有打羽毛球 他打田尼士跟羽毛球 跟每天陪我走路两个小时 我隐吉的时候 没有一天不运动 所以运动一定要有节有度 生活有归有己 时间按时做什么事情 按时做什么 这样子才是叫做长寿 没有这样子的 生活乱七八糟的 时间不准时的 饮食不正常的 不按时吃饭的 不按时吃饭的 都是有问题的 将来自己要小心 要长寿 就绝对要这样子做 想要很少 不要去想太多 不苦恼 也不烦恼 也不忧愁 过去的不要去想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不要去想 未来的还没有到 现在的马上就会变成过去 所以你也不要想 你也不要想 干脆你脑袋通通都不想 只观想佛菩萨 就可以往生佛国 前面那一位跟老板讲 老板 我要一碗贡王汤 但是不要贡王 贡王要换蛋花 等一下给我拿来 随后那位老兄 对着我讲 现在的红子还很多 就说蛋花汤 不就是好了吗 告诉大家 不要想太多 讲话也不要转太多的弯 不要弯来弯去 不要讲太多 直接重点讲了就可以了 所以师尊只要打电话 所以师尊只要打电话 三季 两季 五季就结束 我不会跟你聊天 只要我打电话 我绝对不会跟你聊天 重点讲讲就结束 从来没有聊天 从来没有聊天 只是讲重点 所以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 你增加自己的烦恼 增加自己的忧愁 增加你自己的痛苦 你就想太多了 你增加当然增加你的痛苦 我晚上每天晚上都很好睡 我哪一天说 这个睡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没有这回事 我每一天都要睡七个小时 至少七个小时 现在都是师母来教我 每一天都是她来教我的 我才起床了 不然我跟小学生一样 我晚上九点可以睡到 明天早上十二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一直睡了不停了 因为我脑筋里面没有东西 我脑袋没有东西 我不烦恼 我可以睡得很久 所以我固定每天 几点起床 几点吃早餐 几点吃午餐 几点吃晚餐 晚上要睡的时候 再喝一点东西 再睡觉 这是我生活的习惯 这是一定的 有序 有次第 有每天的工作 有每天的运动 大家注意自己的 你要长寿 你要健康 你必须要跟着这样子做 有点心 要获焦 我们 mellan一边